燈會剩下最後幾天 台北市交通局嚴正以待 要面對最後週末的人車流疏通 也針對上週末的爆量人潮違建 采取應變措施 針對大眾運輸接駁車 私人車相關問題做說明 我再把所有的交通管制在做 包括配套措施在做一個說明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在原地假日的時候 就是假日在一線路 一線路跟市府路基本上都是管制的 有些車輪都是不能夠接駐 另外就是我們也在 例假日的時候呢 5點到23點 這個時間點裡面都會開放 一線光路的人型專用指向 所以基本上大概就是會影響到 一般的小車族行進 但是基本上我們大概都有大力 簡歷會去做配合的一個蘇打 就是簡單說明一點 另外一個就是針對整個大眾運輸的部分 我們是希望說外那個參觀的民眾來的時候 外來的民眾希望都能夠盡量搭乘大眾運輸 那搭乘大眾運輸包括高鐵、鐵路 還有相關的一些程度可以 我們大概都有一些路上的指標都會告訴你 怎麼進來台灣的燈會的場所 另外呢我們也希望說如果你是開車的朋友 我們大概會在時間裡面 就是如果場面的停車場會已經達到85%的時候 我們會告訴你在高速公路上 我們會告訴你基本上都已經滿場頻率 停在外圍的停車場 外圍的停車場裡面有兩個比較主要的 一個是在南港新范園區的部分 另外一個就是在洛陽停車場的部分 跟另外在動物園的部分 那我們是希望說南港新范園區跟那個 動物園的部分是一個比較好的 因為它有大眾捷運系統可以直接到外圍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大概在接駁車裡面 我們大概有107條的公路 跟大概有兩線的接駁公路 所以如果你搭捷運過來 大概松山線的部分 我們有接駁的1號線 2號線的部分 那另外還有一條是行環線 說你在逛的市區 因為這是整區 光源未來比較遠 有些距離比較長 所以我們有提供迴轉的一個接駁路線 你可以搭乘接駁路線 所以這次服務員大家就是希望能夠進來的時候 盡量使用大眾運輸跟國道特運進來 或是大眾運輸進來 那搭乘捷運搭公車大概是最方便的 另外這週末 官傳局也會加派工作人員 加強疏導民眾的賞燈路線 國館的賞燈人潮的部分 我們這個週末會加派我們的工作人員 去加強疏導民眾的賞燈動線 也會盡量的宣導民眾 就是盡量的靠邊行走 以讓我們的人潮動線能夠順暢 然後也會在我們的路口 有我們相關的義交或工作人員指引 讓民眾能夠盡量從義仙路國館的入口 進入國父紀念館賞燈 那由於我們的整個台灣燈會 只剩最後的倒數三天了 那非常歡迎我們民眾搭乘捷運或公車 來參觀我們的台灣燈會 另外如果因為最近看起來天氣是不錯 那也希望民眾能夠來一趟台北的小旅行 散步來我們的台灣燈會的展區 來欣賞我們的燈會 燈會詳細活動及交通資訊 如公車及接駁車 預估到站時間 停車場剩餘隔位等 可至2023台灣燈會官網查詢 記者問君台北報道